好 來看這也是非常知名 我們台灣的景點在苗栗厚龍這邊 現在卻被說是宜蘭神秘海灘的翻版 苗栗厚龍的水尾沙灘 這每到傍晚就像您剛剛看到那樣 非常夢幻迷人 所以很多人都會到那邊去賞夕陽 禮拜二那天就有一輛轎車 他因為漲潮受困在中間 當時這個駕駛 他為了要拿他的手機又再往回走 最後受困不幸溺斃 那隔兩天 昨天又有民眾 就像您現在看到的 他是開著貨車到沙灘去釣魚 可是這個潮水實在漲太快了 所以最後貨車也被海水淹沒 好在這一次車主他有及時逃生 只是這個地方你看 三天就有連兩起的這樣子 受困意外發生 甚至第一起還有人因此喪命 也讓大家現在非常擔心 也特別提醒 因為水尾灘 這裡的確是拍攝夕陽非常絕佳的景點 加上車子是可以往下開 直接開到海灘上的 所以常常有民眾都會來這邊打卡拍照 甚至就人在車上這樣子看著海 覺得很放鬆 但潮水漲很快容易引發危險 小貨車卡在沙灘上 整輛車子被漲潮海水淹沒 海巡人員向當地民眾借來耕耘機 用繩索把貨車一點一點的拉上岸 當時民眾開貨車來後龍水尾沙灘釣魚 沒注意漲潮 海水淹沒貨車輪胎受困沙灘 幸好車主緊急逃生 前來協助的另一輛車輪胎也陷入沙灘受困 他叫他朋友來 結果他朋友一來 兩台都中獎了 耕耘機先把另一部車拉出 因為海水水位過高 一直到五號精神退潮 耕耘機才把貨車給拉出來 為什麼這裡這麼容易發生車輛受困的意外 原來車輛可以經由道路直接開下沙灘 加上這裡是拍攝夕陽的好地點 很多人都會把車開來這裡拍照 常常一拍照就忽略漲潮 而且漲退潮只有六小時 這裡沙灘退潮會出現兩百多公尺的沙灘線 但漲潮就完全被海水淹沒 民眾常常等到車輛輪胎被海水淹沒才發現 但輪胎空轉造成引擎燒毀受困沙灘 而這裡二號才發生轎車受困 民眾疑似為了解手機不幸溺斃 沒想到隔兩天又有貨車受困 三天內發生兩次意外 海巡署呼籲民眾不熟悉的海域環境狀況 千萬不要輕易下水 我是新華人的許醫文 吳少欣 妙理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我是갑生的 照片 你δol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